2013年10月第114届中国广州交易会 业国富在现场吃了不少闭门羹 当时为给民创优品寻找到又优质又实惠的工艺商 他拜访了不少人但合作谈判却异常艰难 毕竟民创优品才刚刚成立 第一家门店在广州开业也要到一个月以后 可以说一个出身的中国新品牌 很难得到这些只给日本美国商家供货的企业青睐 今年来名创优品Minisol 以惊人速度在世界各地展店 短短几年已在80个国家设立千家门市 这间以贩卖生活用品为主的零售品牌是如何做到的 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明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路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 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8月21号 由泰媒体所撰写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我们的塑料制品只供日本 去年的订单8000万美元 一个外贸供货商干脆挑明了不太看得上量少的订单 叶国富不甘心 他给对方解释道 我们品牌要在中国和日本开店 甚至全球开店 之后做到这个数没有问题 但供货商并未被这个出海故事打动 因为谁都不太确定 在品牌刚成立 一无所有的时候 叶国富设法想出的 明创优品未来全球化布局 究竟是否能够落地 甚至或许连他本人 在这时候都没有真正预想到 明创优品此后在出海之路上的一路狂奔 2015年成立不过两年的时间 明创优品在中国快速铺设超过千家门市 并实现了5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 这一年团队开始尝试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开店 目前为止 该品牌已经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布局了1700多家门市 有数据显示 明创优品海外市场交易额已经逼近 并即将超过中国市场总额 部分海外市场单店的销售额 更是达到了中国门市的三倍 今年2月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明创优品50%的门市一度暂停营业 业绩受到严重冲击 重压之下除了开辟线上通路 采取降价策略外 一个让外界意想不到的动作是 明创优品将全年的全球开店计划翻倍 进一步加码海外市场 在业国富看来 疫情冲击全球零售业的情况下 大量位置良好 租金低廉的优质物业空闲出来 为明创优品创造了扩张机会 这次疫情过后全球消费力将会下降 消费者将更加精打信算 消费者将回归本职 回到追求极致性性价比的平价消费 叶国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一次出海成为进入新阶段的 明创优品和叶国富手里的底牌 2015年12月12日 明创优品正式进军新加坡 当日诗城大厦店、港湾中心店、成联广场店 同时开业 无一例外 三家门市均位于新加坡的核心商圈 拥有绝对的地理优势 属于本地优质商业地点 在业国富的规划中 要确保名创优品 未来在新加坡开设100家门店计划的实现 品牌还需要再拿下更多类似的优质物业资源 在对点位极为敏感的线下零售业 门市位置极为重要 瞄准城市繁华商圈 也是明创优品在中国已验证的选址策略 但在一个新市场 如何更加高效、低成本 对接当地物业资源 变成了走向海外后 明创优品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中国明创优品已打开局面 拥有一定主动权 而当其出海后 这种优势并不存在 我们刚开始和购物中心开发商谈判时 发现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模式 没听说过明创优品这个牌子 也不想我们入住 除了几个别的 大部分商场都并不积极 明创优品印度业务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这样介绍品牌刚进入印度市场时的困难 这种局面 一直到明创优品在印度德里区的 MBS Mall开设了一家店 且获得了不错的用户反响后才有所改善 因此为了在出海过程中同样保持开店速度 在核心商圈快速铺设多家门市 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明创优品采取了代理加上全托管的模式布局海外 民创优品与海外业务相关负责人向出海辽望解释道 全托管的形式在于加盟商出资店铺的配货营运管理 由总部负责通路产品共享 随后双方分账 这样加盟商没有库存与销售压力 但是需要承担大部分经营风险 总部则能够实现门市统一管理 保证出海过程中模式复制不走行 而代理模式指的是以货品买断形式 与当地有资金实力和零售经验的财团合作 使之成为国家代理 日常经营由代理方负责 而总部将对其进行培训指导 与中国接受小加盟商的模式相区别 明创优品倾向于挑选 符合一定条件的大集团合作 这样一来将有利于明创优品 对接本地资源迅速在该国扩张 例如在泰国市场明创优品的总代理 是泰国心态集团 这家本土饰品行业巨头 在曼谷等多个地区 拥有上百家直营店加盟店 市场资源十分丰富 这也就不难解释 在刚进入泰国不久后的2017年4月 明创优品就在曼谷核心商圈 开出了其在全球最大的旗舰店 门市面积达900平方公尺 在全球市场的布局中 我们的战略选择是对于单一大市场 总部指引来经营 例如印尼、印度、美国、加拿大将资源聚焦 而其他市场就要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伙伴的形式来发展 明创优品海外业务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在印度、印尼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单一战略大市场 明创优品还专门成立了指引子公司 B站一位韩国UP主、韩国TechOba 曾经制作过一起与朋友探访韩国名创优品店的影音 进入市后11元人民币的便利贴、15元人民币的耳机 这些远低于韩国物价水平的商品 让UP主这位初次在名创优品购物的朋友大呼便宜 这集影音的最后该UP主对比中国和韩国的 明创优品门店的商品标价后总结到 从此我以为这些产品在韩国的价格会更高 探店后发现实际上价格基本一致 同样非常便宜 这正是明创优品低价原则在海外的妇科 在业国妇看来就普遍消费心理而言 消费者不分国籍、肤色、阶层、人人都有花得更少 买得更好的心理 而为了实现在全球80多个市场均能保持价格优势 明创优品延续了从上游的供应商端控制成本的方式 在印度、印尼、美国、巴西、新加坡等大部分海外市场 明创优品都有本地之采专案 而在明创优品的三大供应市场 中国、印度、越南 品牌会根据不同的品类结合当地的制造优势进行生产 目前海外所有市场均配置了独立标准仓 让市场供货更及时 在海外市场我们都有一定比例的本地采购 不同市场本地采购的比例不同 一方面是有些国家对外资零售商的产品 有本地化生产的要求如印度 另一方面海外不同市场对商品的准入标准不同 我们透过本地采购的方式来丰富本地市场门店商品品类 明创优品海外业务相关负责人说道 更大规模的全球市场门市也带来了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现阶段借全球货品需求量 明创优品向工艺商一次性下达海量订单 这样可以贪薄平均生产成本 当商品从工厂生产出来后直接送到销售终端 没有中间商抬高价格 可以保证门店的低售价 例如在明创优品7月底刚进入的马尔他市场 65%的商品定价将被控制在5美元以内 此外即便是价格高昂的周边产品 明创优品的定价也比较低 比如在新加坡明创优品与漫威合作推出的联名商品 产品价格主要集中在3-9.9新币之间 相比市面上的同类商品有较大的价格优势 无论海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明创优品都遵循同一个定价规则 及该市场同类产品的最高性价比 明创优品海外业务相关负责人向出海聊望姐介绍道 并以印尼市场为例进一步说明 与亚加达市场上销售的包带 数位配件旅行产品相比 明创优品在该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要低 35%到60%之间 绝对的价格优势能够极大程度降低 当地用户的选择成本 叶国富认为经历过此次疫情后 很多海外年轻群体的消费行为也发生改变 理性消费逐渐取代炫耀性消费 主要以生活日用品等基础消费为主 印尼亚加达购物中心 该城市最大型的综合购物广场之一 地处繁华的北部商圈年轻人聚集地 2017年5月 明创优品在这里开出了 当时自己在印尼最大的门市 面积达573平方公尺 在这个门市里 除了常规的货物陈列和收银仓储区域外 一个不显眼的设置室专为印尼员工提供的祷告室 在千岛之国印尼大多数国民信奉伊斯兰教 此外还有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等 尊重当地员工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 在门店建设上设置祷告室 只是名创优品因地制宜 进行本地化的一个缩影 在人员架构组织上 名创优品海外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印尼市场发展初期 名创优品为了改善水土不服的情况 在当地建立培训体系 打造本地人才孵化基地 不断招聘培养印尼人作为员工 提高本地员工占比 而为了了解印尼本土消费市场的消费者 在进入该市场的三年间 名创优品进行了详细的用户调研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产品调整 名创优品东南亚市场负责人 高速出海瞭望 印尼的名创优品消费者 和其他国家的有明显区别 30岁以下单身女青年 占到用户的90% 且用户画像鲜明 青春时尚走在潮流尖端 有一定经济水平但理性消费 活跃在社交网络重度依赖手机 敢于尝新事物的印尼女性 对包包、香水、护肤、美妆工具等产品 表现出明显喜爱 基础数位产品、季节性纺织品也不错 结合这样的用户画像 名创优品重点是在印尼市场的商品上 进行细分打造 采取了诸多银河市场的方式 例如首先尝试将名创优品年度千万细分垂类中 20多项畅销品类继续保留 包括鞋跨包、女士香水、双肩包、入耳式耳机、指甲油等 与此同时团队针对印尼用户需求开发本地职采 作为补充这个比例占到15% 在落地雅加达之初市营业三小时 三家门市的营业额就已突破约新台币19.9万元 当日三家门店的销售额也达到约新台币109.5万元 从团队建设、商品生产到行销推广 名创优品需要在出海过程中找到适合各个海外市场的方法论最优解 以最新文化盛行的韩国为例 在这里名创优品刚进入市场后便赞助了第31届金唱片颁奖典礼 这是韩国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年度音乐盛典之一 借这次的活动赞助 名创优品在关注韩国偶像的群体间拥有了一定的讨论度 特别是韩国男团组合XO成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手持的名创优品小机玩偶更是成了韩国门店的热门产品 此外名创优品还对鬼怪当你沉睡时等热门韩剧进行植入 鬼怪的拍摄地名创优品位于韩国残世乐天世界的门店 直接成为了剧迷的打卡地之一 这种本体化方法论的不断沉淀 成为了名创优品进入各海外市场后 逐渐站稳脚跟的大前提 现阶段名创优品已先后进入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80多个国家 出海近5年来 名创优品保持着平均每天大概一家的开店速度 多数门店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多国 东南亚、拉美、中东 是名创优品的三大主要海外区域市场 今年上半年名创优品加大了在欧洲市场的扩张速度 先后在西班牙、罗马尼亚、匈牙利、土耳其和荷兰 等国开设新店铺 7月29日 名创优品在马尔他首都瓦来塔开出首家门店 预计今年内 名创优品还将在马尔他金增三家店 在大力布局海外线下渠道的同时 在海外市场 名创优品也着手线上业务建设 我们现在90%以上的海外市场 都已经布局了线上业务 名创优品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补充到 在海外并没有中国这么成熟的电商环境 加上我们筹备这块时间并不是很久 所以线上销售占比暂时还不高 2018年名创优品获得了来自腾讯和高龄资本的首轮外部投资 共计10亿人民币 此轮募资完成后 名创优品加速了在海外的扩张计划 并推出了百国万店计划 即在100个国家开出1万家门店 如今两年过去 这个中期目标基本完成了百国部分 但距离万店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疫情冲击全球线下零售业 以及加拿大等国代理精力调整之后 想在出海路上加速奔跑 也要保证在高速扩张中不变形 名创优品面临的考验还有更多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